第一個就是說 巴士亮表 那個80歲以上的就不用巴士亮表就可以來評估 外企看護這件事情 事實上80歲以上並不一定 每一個都需要有這樣一對一晉升的一個生活照顧 所以如果說這個部分的話 那評估外籍看護不用巴士亮表 那意思就是說民眾可以自由選擇 他要不要評估 那就不一定去考慮說這個長輩是否失能 是這樣子的意思 所以這樣子如果是這樣子的政策的話 那要考慮的點就不是民眾失能有沒有需求的問題 而是說讓他這些外籍看護 不用任何的一個檢查 他的這個實際需求的話都可以進來的話 那對於國內的這個勞工的衝擊是會是有什麼樣的影響 那因為這個就不是說照顧的問題 因為他是否有需要都可以讓他進來申請 所以原則上大部分還是屬於這個移民政策移工政策的範疇 那衛福部這邊可以來協助這個勞動部的事 那80歲以上那有照顧需求的也就是說失能有照顧需求的 那到底可能的比例是多少 那沒有照顧需求的可能的比例是有多少 那如果說要綁定說有照顧需求才能夠進來 那是用巴士量表的方法來做評估是否是最適當 那或者還有沒有其他的取代的方法 那我們在這方面可以提供我們的意見 那就所謂的長照是屬於這個衛福部主管這樣子的意思 但是這個移工政策仍然還是在這個勞動部 所以這件事情我們會繼續來跟勞動部做協調 雙方的分工會越講越清楚 那政策上面的話有沒有這種必要 那我們會提供我們的意見 那甚至於就是說未來是否只有在80歲以上的長者要去做方官 而80歲以下的有一些仍然有需要的 那他的這個要聘估外籍看護的話 那手續上面是否可以更簡化 這個我們都可以來提供意見 這是兩個部會必須要去合作的